早在上年,2012年9月最后一份Webbot经已预告, 接下来2013年全球性天坑事件将会频生。 最后在2013年3月5日,Webbot即时数据情报报告中再一次警告, 离奇天坑,露裂的事件将会在全球不断增加。 2013年1月28日,16点40分,广州市最繁华的双圈之一, 康黄南路突然出现大面积地陷, 吃掉两栋六间商铺,面积大约100平方米,深十多米, 一名女士,她现场40米,目睹事故全程, 她回忆,先是看到路边的一伙三层楼高的树, 慢慢陷入坑中,紧接着,旁边一间两层高商铺楼, 分裂为两半,将计倒塌陷坑, 大约十多分钟后,另一间两层高商铺楼地面出现地陷, 垂直坍塌,发出轰龙巨响,地面震动。 2月25日,出现在四川一个村庄里面超过24米的天坑, 其实,早在2012年9月, 就是2012年最后一份Webbot发布的时期, 位于中国四川,广源利洲夜晚, 突然传出一阵土石碰撞的龙龙声, 第二天发现龙龙声正是地陷的声音, 接下来的几个月,龙龙声始终不断, 原有的小坑变成了直近近20米, 心不见底的天坑。 2月28日晚间, 美国佛罗里达州坦白近郊一栋房屋下方出现天坑, 37岁男子杰夫布希在睡梦中陷入坑洞, 被天坑吞没, 遗体仍未沉获。 3月4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坦白又出现一个长约12尺, 5尺深的坑洞, 而且离上周的吞人天坑, 数英里外。 与此同时, 3月5日, 双鸣的皮内压斯郡中旅镇, 一间文宅居民举报, 其房屋内外出现很长的裂痕, 亦都可能少因于01天坑将会出现。 3月11日, 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百里行镇, 亦都传出天坑, 居民兼金司被逼同女儿及孙女撤离。 2013年3月13日, 美国伊利洛伊州的安布瑞尔高尔夫球区乐部打球, 一名男子就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上演了一杆进动, 不过进动的并不是高尔夫球, 而是这一名男子自己。 地面突然出现一个深4.6公尺天坑, 将他吞了入去, 在旁的朋友们都客怀了, 连望围到坑边, 往洞里面看, 并且立即找醒子, 最终终于顺利将米哈尔救出。 3月14日, 巴西巴伊亚地区, 出现长达7公里巨大的裂缝, 宽近200米, 触发大规模山体滑波, 近60万公顷广泛面积受到威胁。 3月16日, 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北京工业大学附近的路面突然踏击, 出现一个面积大约6平方米的大坑。 3月19日, 中国瀋阳一段路面踏击大坑, 一辆新迈的越野车翻入坑内。 2013年3月24日开始, 位于大西洋非洲西北部海域, 西班牙加拿尼群岛的耶路岛海底火山持续出现活动频繁。 西班牙火山监察团体表示耶路岛海底火山内部能量增加剧上升, 数以万吨的熔岩将会涌出海洋表面。 西班牙火山监察团队警告短期之内将会爆发, 甚至加拿尼群岛火山将会出现webboard所预告, 有火山出现崩裂成为两半。 事实上, 加拿尼群岛火山竟已开始崩塌, 的确, 倘若加拿尼群岛火山崩塌将会触发大海啸, 掩抹美国东部海岸线城市, 并且映然webboard所预告, 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3月26日, 阿拉伯沙罗广场商业区1A20D路下坑严重, 商民航与天泥土流失, 加剧道路下坑问题, 商家除了担心影响生意之外, 更加担心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2013年3月26日, 一场大雨之后, 大陆深圳福田区商部路一座大厦发生塔坑事故, 社区的过渡出现一个直径5公尺, 深约4层楼的大厢, 当时, 一名保安人员正在厢附近摆放雪糕堂, 并且提醒业主不要经过过渡, 但是突然出现塔坑, 保安人员掉入深厢被活卖, 救出之后, 经抢救无效身亡。 3月27日, 美国华盛顿州维德贝岛, 经现大规模山体滑坡, 场面骗人, 居民被据大声响震动, 一个住家的地基被土石冲毁, 还有33栋住宅, 突然位于山崖边缘, 受到威胁, 被逼疏散, 所幸无人受伤。 有专门的地位于山崖边缘, almost like thunder and then something terrifying the earth seemed to crack open abc's neil karlinski is there it was just before four o'clock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lide hit with such force homeowners thought it must be a massive earthquake i looked out and noticed that we had no more trees blocking the view and half the yard was gone one home was swept away and nearly three dozen are now evacuated but remarkably no one was hurt this is what it looked like before and now people below had to be taken out by boat some with just a handful of their possessions these houses above are in danger too you can see where it dropped off they're evacuating this whole area right now in fact they're asking us to leave delia kurt lives above the slide and was told to grab what she can and get out i was petrified the hillside is still unstable you're missing 250 feet of long and if you look down there that's probably 200 feet down her deck which now overlooks the massive landslide is occasionally shaking i have wonderful friends who came together and helped me out so i'm blessed the island community north of seattle is prone to landslides in fact geologists were examining this very bluff just one day earlier tonight neighbors are just praying the hillside stabilizes before their homes goes sliding off as well so you 感谢观看